Hello,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读书时间 我们今天继续读拥有一个你说了算的人生 活出自我片 好,我们现在开始 指责别人是为了保护自己什么呢? D粉丝说 他很渴望亲密 而你吃饭了吗? 这样的问候应该是普通人之间用来寒暄的 但恋人之间使用就好像在说 我和你很疏远 我们是普通朋友 再加上是晚上十点钟这样问 就更是在传递 我和你很疏远 我和你很疏远这种信息 这刺伤了他 于是他使用了指责的方式来保护自己 听D在分享时 学员E受不了了 他跳出来说 你们在搞什么? 你们怎么一直都在谈无关紧要的事情? 他还问我 吴老师 你怎么到现在还没有谈最关键的一点体验? 最关键的一点体验 刚才大家说的都是皮毛 而深层体验才是关键 听E这样说 大家一片哗然 尤其是刚才分享的学员 因为刚才几位学员都在敞开自己 他们的分享已经很深了 并且大家分享时 都有很明显的身体反应 E自己没有看到 并且在别人敞开自己时这样说 会让别人感觉到被攻击 可以说 E的保护方式是抽离和更好的道理 他经常给大家的感觉是 他好像游离在小组之外 而每当他试图进入时 很容易会讲一些更好的道理 而其他人会感觉到被贬低了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保护方式 当有这些保护方式在时 你会发现谈话不容易深入 很难尽兴 因为这些保护方式都隔离了感受 切断了连结 但是保护方式是极为重要的 在我们幼小的时候 或者在无力时 我们可以通过保护的方式 减轻伤痛感 从而帮助自己度过难关 沙兰老师说 我们的心有三层 保护层 感受层 和真我 最外面一层是保护层 接下来是感受层 而最深处是真我 感受层也可以说是伤痛层 因为每个人的感受层中 都有种种伤痛 因为有伤痛 所以有保护层 但是因为有保护层 因为有保护层组成的墙 所以真我深藏着 令我们自己触碰不到自己的真我 别人也触碰不到 令我们自己碰触不到自己的真我 别人也碰触不到 我们之所以想组建亲密关系 之所以想爱与被爱 就是想要亲密感 真正的亲密感 是真我 与真我的连接感 但是因为保护层 和伤痛组成的墙太厚 两个人的真我就不可能相遇了 当真我不能相遇时 我们就会将自己的保护层 强加给别人 将自己的伤痛转嫁给对方 于是就会导致越爱越孤独的局面 所以想要拥有真正的亲密 想和自己的恋人建立真正的连接 关键就是去穿越心灵的保护层 为什么要讲感受 在心理咨询中 咨询师总是问来访者 你有什么感受 为什么要这样做 一次 我住在一个朋友家 他家有一个五六岁的小女孩 小女孩很很喜欢我 总是往我的房间跑 正巧的是 我房间的门锁坏了 所以他一推门就可以进来 一天早上 我在房间里处理一些重要的事 非常需要安静 而小女孩多次不敲门进来 我屡屡被打断 感觉很不好 我试着用各种方式跟小女孩说 我需要独处一会儿 请你不要不敲门就进来 一会儿我的事处理好了 我会出去找你 但我的这些努力都没有用 小女孩像没听见一样 一会儿闯进来一次 我的思路总是被打断 有点懊恼的时候 我突然问自己 你在干嘛 你竟然试着给一个 五六岁的小女孩讲道理 而孩子常常是听不懂道理的 他们需要的 是你给他们讲感受 想明白这一点 两三分钟后 她再一次闯进来 我看着她的小脸 非常认真的对她说 你一次次不敲门就闯进来 我很不高兴 接下来请你不要再这样做了 我忙完了会出去找你 这一次她终于听尽了我的话 特别是我很不高兴这句话 让她突然愣了一下 在接下来的半个小时里 她再也没有闯进来 而我利用这段时间 把自己的事忙完 然后主动打开门 找她玩了一会儿 这个小故事 让我想出了这样一句话 讲感受 就是喷出你的心 只有当你能捧出心时 才能触碰到对方 如果是讲道理 就难以有这样的效果 好谢谢大家 我们今天先读到这里吧 那我们下次再见了 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